全老板的监控坏了 我过来看看 你监控又咋了 这手机看不出是录像了 也不知道是上微信 那这录像机能出来吗 这样能出来吗 是 好像是也出来 他这没信号啊 录像机都不亮 灯都不亮 没点 你跟那儿藏了 看看 那这不是 你点一下跟那儿呢 这不是我还是去欠点给你修过这电源吗 修过电源都是有不做的 这灯都不做 电源有问题了 你看我这后边的报表 灯还不做 肯定是电源坏 要不我弄回去再修修 看能修好不能 不用修了 坏谁的 我这不用劝谁了 先给你弄一下电源先有点 然后再往上买吧 又跑一趟 拿了个电源过来了 这都是得到的 这隔壮是有点早 那这盘是一样不一样 这个宾馆 平盘 这个也是平盘 问到这是集成样 工业自动化用的 先给电源接 只不过 我这是4点 隔壮倒是 我这是4点4 你这上院装是1.64 这是这个4倍 那不然我说吧 真不没提 这样这个点阳一样都做 这不是点阳都是40包袱 这不是也40包袱 这点60大那些都会不少 不少 这现在你现在用的是1平方的下 带一个电器 我现在用的是一个4平方的下带一个电器 更好 哦 这这多螺丝是怎么结的 看是多 其实 这两个线已经结上去了 然后这边 我结政府机都做了 我给这儿结了 政府机结一路都做了 哦 你说这还 这是两路的嘛 结一路都够了 正上情况下 这个应该是附计 给这个统领 对着 嗯 好了 结合 通我的电器 是48伏的 还有这个模块 待会给大家演示啊 先看一下这个 这两个都是24伏的 这个是24伏6.5安 这个是24伏14.6安 现在他俩的接法是串联的 看这个电源的负极 接到这个电源的正极上 然后输出呢 就是这边是负 这边正 这两边输出 我想着我这没有48伏那个电源了 想用这种方法 给全老板先用着 谁知道一找还找到了 所以说就没有用这种方法 负极夹上去 正极夹到这边 24加24就是48伏 它的电流以谁的为主呢 以最小的为主 6.5安 黑线和红线是220伏 接一块 然后接到这个插牌上 咱们通电 刚才这个红黑夹子 接的是电子负载啊 现在电压48伏 然后咱们就把这个电流 设到就是最小这个 6.5安 咱们开一下 好 功率310瓦 电流 6.5安 这种串联的方式应急的时候可以用一下 长时间使用的话 建议还是单个电源使用 这上面是5伏的 最常用在LED广告屏上 下面是12伏的 在监控比如说集中供电上 用的都是12伏的 下面这个是DC转DC的小板 收入是12伏 收出呢 它是可调的 我给它调成了9伏 这个在维护监控系统或者维修时候可能会用到 比如说它是集中供电的系统 后期呢它想加两三个摄像头 需要加一个小的5口交换机 但是它是12伏集中供电 这时候呢你可以加一个这个转换小板 把它调到你合适的 比如说5伏或者9伏 给小交换机供电 弱电上常用的电源基本就有这些了 有不足的欢迎大家补充 另外网线呀电源呀 这些建议大家选择大品牌的 这样后期故障率会非常的低 咱们也可以这省心不是吗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 拜拜